好,各位同学,那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数据类 那么这节课我们再学习一个新的运算符 或者是说新的操作符 我个人认为这个操作符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新增的特性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 然后以后用到简化我们的Pathom代码里面了 那么这个我们还是新建一个文件 那么这次新增的操作符叫做 Wareless Operator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海向运算符 它翻译成中文就是海向运算符 那这个运算符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打字里面的言文字 或者是表情 那同时它也非常像一个海向 所以说Pathom的官方就把这个操作符叫做海向运算符 Wareless Operator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个新增的运算符 确实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的代码量 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在购语言里面 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运算符 这个运算符在购语言里面 是声明并负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在我们Pathom里面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们Pathom里面是不需要去声明这个变量的 那么这里要说明海向运算符 它的Pathom版本要求是3.8的版本 所以说你务必要让你的版本是在3.8以上的 我当前是3.9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是3.6的话 可以把这个版本进行一个升级 那么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海向运算符 官方的文档里面其实对海向运算符的说明 是非常非常详细的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举了4个事例 去让大家去理解海向运算符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照办官方的事例了 我们会对官方的事例做出一些改动 这样的话大家会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那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刚刚新建的 Volus.pychang的一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段普通的代码 我们讲语法的话 误求这个事例要非常的简单和简洁 那么这段代码是非常的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第一一个Pathom的字符串 我们讲说就叫做Pathom 好 那现在我要对Pathom的 那我现在要对A 它的字符串的长度进行一个判断 那么怎么去判断一个字符串的长度呢 我们肯定是要使用Path内置的函数 L1N对不对 那么L1N A 它其实就能够求得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B 然后我们printing OK 我们运行看一下 是6个字符的长度 对不对 123456 那这个代码是足够的简单的 那么我们下面对它进行一些扩展 我们来判断一下 Pathom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多少 如果说Pathom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也就是变量B 它的值是大于5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打印一句话 这句话是这样的 长度是大于5的 同时我们还要求 要输出这个真实的长度值是多少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后面加上长度大于5 真实长度为多少 就是变量B的值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OK 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不能够把一个数字和一个字符串进行相加 对不对 OK 没关系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 转型一下 OK 长度是大于5的 然后真实的长度是6 这个视力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个是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就是你要单独的 把A的长度要求出来 然后复制给B 那么另外的一种写法是什么 另外一种写法是 我们可以直接就没有 不去定义B这个变量 我们会这样写 对不对 RENA 然后在这个地方 RENA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中转的一个B的变量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去使用的一种写法 对不对 直接把A的长度求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次去求它的真实的长度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下 结果肯定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写法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两次LEN的函数 进行这个长度的计算 换句话来说 未来如果说我们再需要去使用这个长度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都需要使用这个LENA进行求值 对不对 比如说后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print语句 对不对 在这个print语句里面或者是其他那些业务代码里面 假如说你要再次的使用A这个直播串的长度的时候 你又要使用这样的一次LEN的求值 要么就是你需要单独的进行一个定义 先把A它的长度求出来复制给某一个变量 然后以后都是去直接使用这个变量 那么可能第二种方法 由于它的函数比较短 有时候我们也会使用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面 我们可能会多写一方代码 也就是说会把这个长度求出来复制给某一个值 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典型的 也是海相依顺服它主要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海相依顺服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OK我们来改写一下代码 我们既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去定义这样的一个变量币 同时的话也可以很方便的进行这个长度的引用 怎么做 OK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的把这个LENA它的值求出来 然后复制给我们的变量币 直接就写在这个地方 不需要单独的去写一行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不需要这样了 再去求一次了 我们直接就可以使用变量币 OK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结果是有一点问题的 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后边的这一段输出 真是长度为去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的基础学的好不好 这个预算是有优先级的 那这个地方的优先级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们期望的是什么 我们期望的是前面这一段先执行 对不对 先把A的长度求出来 然后复制给变量币 然后再进行这个比较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其实 由于运算符的优先级 所以说我们必须强制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括号 保证前面的这个表达是先执行 然后再跟我进行这个比较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运行之后 就会发现这个结果和我们刚刚期望的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红色的波浪线 这个红色的波浪线并不影响 我猜是因为我现在使用的 这个我是把Flagbar它的这个语法检测开启了 可能它不支持最新的这个海向的这个操作服 所以说它并有一个语法的不规范的提示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会报错的 好 那么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同学看了这个海向表达式的时候 会觉得海向操作服了之后 会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用 那可能因为大家的这个写代码太少了 或者是说大家在写的时候 没有这种追求简洁代码的意识 这个海向的操作服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很多时候的话 我确实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机制 不需要让我单独的 再把某一个表达式的结果复制给另外一个变量 然后再引用这个变量 我确实是不喜欢单独的再去写一行这个定义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海向运算符 它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如果说我们是有这个好的习惯 就是把某一个表达式的结果 求出来复制给一个变量 然后在未来的使用里面 就直接引用这个变量 那就是一个好的习惯 在这种场景下面 海向运算符帮我们省去了一个单独定义的一行代码 那么如果说你是第二种 我刚刚说的第二种方式 就是你没有这个习惯去单独去定义一个变量 而是每一次的都直接的使用 REN这个函数让它执行一次 然后求出来的值再进行比较 那这个刚刚我们说了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第二种写法 RENA 那如果说你是这种写法的话 那么海向运算符的作用就非常大 它其实避免了一次函数的求值 对不对 毛总义上面来讲 其实它提高了性能 因为不需要你去执行两次REN的函数 那么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这个海向运算符它的原理 海向运算符的原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它其实就是对一个表达式进行求值 或者是说对一个函数的调用进行求值 求值完成之后 可以在一行代码里面完成一个变量的复制操作 所以说大家要谨记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运算符的原理 然后以后在自己写代码的时候 多去尝试一下 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案例过于简单了 体现不出来海向运算符的优势 但是大家以后多用用 就能够体现出它的真正的一个优势了 非常的好用 特别喜欢这个运算符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